大家好 最近这个华尔街日报报道 公布了咱们中国栗战书 栗战书子女栗潜心在香港 这些物业还有这些事情 包括他这个女婿照片也公布了 有兴趣可以看一看华尔街日报 我这就不赘述了 不给你读了 这个事儿呢 华尔街日报报出以后 拐弯抹角是埋怨川普政府 这个事儿我觉得值得说一下 为什么呢 他报中国 咱们这个执政党共产党 报中国这些事儿 然后呢他拐弯抹角骂的是川普 这个事儿就非常有趣啊 他也没有说栗战书这个财产 他子女这些财产是怎么来的 那咱们就不置 咱们不置平了 是不是人家有本事能挣到手 是不是人家可能中彩票了 或者是人家真事是不是经商 有头脑 不多说 本来华尔街日报也没证据 说人家财产呢 来路不明 你说人家贪污 你也没证据 对吧 咱们都没有证据 就不说财产怎么来的了 就这个事儿啊 我觉得非常有趣 又印证了我之前的说法 这个美国和中国到底是不是真的在斗 你从华尔街日报这个文章你可以看出来了 海外恨国党一直在说哎呀中共完了 美国要把中共是不是碎石万段 结果华尔街日报都看不下去了 证据都给你摆下了 香港啊 共产党 这帮子女财产都告诉你了 照片都有了 怎么还不制裁呢 大家想一想怎么还不制裁呢 是不是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为什么呢 有没有趣啊 我呢 用我之前的逻辑啊 给你回答一下 你从这个制裁香港 这次制裁香港这个国安法 也不制裁中共的这些高官 也不制裁这个人大常委 也不制裁这个 人大这些立法委员 就制裁香港这些执行任务的 说白了这些职业官僚就制裁他们 搞得好像势力很大 但实际上你可以看啊 直接就是打个擦边球 根本就没有冲击到中国核心利益 说制裁香港那些银行 但是就不制裁中国的银行 那你在干嘛呢 香港警队这些钱 是不是一百多个亿 最后也送到中国来了 你这是对中国好 还是对中国坏呢 你把香港的钱往中国大陆挤啊 原来香港那些 是不是 警队的这些一百多个亿 原来存到美国的银行 给美国是吧 升利息吗 你这一制裁呢 干脆钱就送送给到中国大陆了 这钱就存到中国大陆银行 为啥呢 中国大陆银行稳当啊 他美国不会制裁中国大陆的银行啊 那你们天天在这儿 这个恨国党天子 编着个瞎话 每天说中国完了 要制裁了 美国要不对中国动手了 动手了吗 连华尔街日报都 最后问一句 美国蓬佩奥先生 你不反共吗 反共小达人吗 到哪都反共吗 新冷战吗 还有那个十字军的什么班农 那家伙都抹上了 共产党无计睡觉都喊着 共产党共产党 是不是 睡觉都得喊共产党 都他妈馍上了 就你们这群人干嘛呢 华尔街日报问你们呢 干嘛呢 干嘛呢 那你工作不利呀 换一个 班农换掉 蓬佩奥换掉 换一个不行吗 什么意思呀 怎么对共产党这么心软吗 这么心软吗 就不能制裁吗 证据都给你摆这了 你不制裁吗 大家想没想通 这里边什么逻辑 不就华尔街日报 把他们的谎言给揭穿了吗 我是这个互联网上 华人媒体里边第一个点透的 我很自豪 我能点透这些 我是不是给你点透了 我的老观众早就已经 先于华尔街日报 先把这个事儿就点透了 先知道 根本没有制裁 你就看人报道说的那些豪宅 那子女养着马 干嘛呢 人家玩什么 一国两制 这才叫一国两制 资本主义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享受啊 也可以享受享受资本主义吗 这都一国两制 凭什么你这个黎智英 你在香港 你可以资本主义 人家不可以资本主义 一国两制嘛 认真贯彻了一国两制 这家伙把这资本主义 全摸透了 我的妈呀 想通没有啊 共产党反资本主义吗 想通没有啊 共产党是在融入这个世界 但是西方不让他融入这个世界 为啥呀 还想通了吗 是意识形态都争吗 啊 共产党要跟人玩意识形态没有吧 你看共产党这些子女 人玩都是西方这一套 那可能比你我呀都西方 人家人家大家伙那都奔驰大妓女那个级别的 都住千万豪宅的 人家更西方 但为啥西方还要打压他们呢 为啥呀 国家利益嘛 这根本不是意识形态斗争 这是国家利益 你明白这回你明白了吧 国家利益 你再西化 你就是你 你哪住着豪宅 你天天啊 跟洋人在一起深入的交流 人家也是斗你 也是弄你 为啥 因为你是中国 你要超越美国 这是国家斗争 国家的竞争 听明白没有 我这回给你讲清楚了吧 咱那再想一想 哎呀那美国总统到现在也不制裁 到现在也不制裁 跟共产党也不玩真的 是他怕共产党吗 他应该不怕 应该不怕 自己手里应该没有把柄在共产党手里 也不怕 也不怕 对吧 也不怕但是也不制裁 那就说不过去啊 大家想想这个 这个里边绝对是有问题的 每天喊着拿让蓬佩奥出击像狗一样到时候叫 反共反共 他妈的干起来真正干起来像猫一样 你说那小猫想喵喵喵 你是狗是猫啊 狗会叫 猫是啥呀 猫得让人撸啊 得安抚安抚你 那你是啥动物啊 又是猫又是狗的 这蓬佩奥挺难的 因为他的主人川普根本就没有意思要跟共产党斗啊 不就是我说吗 为了什么 为了选举吗 你看把这个互联网这帮人整的高潮叠起啊 我这个频道是唯一能看透的 我告诉你啊 我我我 观众给我作证啊 我是互联网是第一个点透这些的 我是第一个点透的 我是第一个告诉你们 根本不是打架 那哪是打呀 啊 共产党员不让进美国 你看他敢干吗 敢干吗 到现在也不立这个法呀 当没有了这个事就没了 这家伙这家伙反共反的啊 反共反的到哪都反共 结果一立法干脆就算了 都不立法了 那川普不就是为了他选举吗 这回你明白川普的用意了吧 那你再往深了想 再往深了想川普在干嘛呢 不就跟习近平是朋友吗 那俩人是朋友吗 哦 我的朋友习主席 他有很多问题需要我帮助 我有很多问题需要他的帮助 我派蓬佩奥像狗一样到他家门口去 嗷嗷叫啊 然后呢 然后俩人该把事情解决把事情解决 你也连任了我也帮你了 这才是政治啊 什么玩啊就反共啦 大棋局起来啦 见过啊 跟那个傻逼一样操 哎呀有时候中国人呢 你不得不服啊 有些人真他妈是 都告诉你给你点透了 他他妈还不信呢 还跟着一群傻逼在那天天喊呢 反共了反共了 谁他妈反共啊 你看哪个他妈反共了 华尔街日报都看不下去了 做梦的吗你们 想没想明白啊 国内的我先说国内这事你想想 那帮人给你洗脑 恨国党给你洗脑 啊 共产党要消灭资本主义 你看看 高官的子女 人家玩的就是资本主义 比你还他妈西化呢 你怕啥呀 你怕啥呀 你怕中国搞文革呀 就这子女能搞文革吗 人家养着马 住着豪宅 搞文革 开放啊 搞活呀 人家搞的是这个 谁再告诉你 中国又二次文革 那不傻逼吗 那帮人士 你不玩假的吗 这不就是猴吗 我跟你说清楚了吧 那不就是猴吗 骗你们的吗 什么文革呀 你看这能文革吗 中国都西化成什么样的 还文革呢 我又告诉你了吧 咱再说回来 川普 这回你川普的底裤被我扒了吧 我是油管上第一个扒他底裤的 我觉得我的观众绝对 绝对啊 你们一下子 你就从 这个 叫什么呢 从误区里面 迷雾中啊 一下升高了 变成上帝视角来看这个事 全看透了 全看透了 我说把你拉高了 把你的思维升高了 拉起来了 一下你就把川普整个看透透了 他下不往哪拐 怎么走 全看透了 这回你也知道了他什么他妈反共啊 什么他妈反共 俩儿你好我好呢 俩儿 那子女在私底下都可能一起来看看马赛 你的马是什么样的 你的酒是什么样的 私底都干这个呢 推杯换盏 台上骂来骂去 找一帮小编辑 一帮臭傻逼小编辑 写他妈臭傻逼文章 中美要打了 中美要斗了 要他妈啥了 要灭中共了 臭傻逼 糊弄一帮大傻逼 看他妈文章那是大傻逼 你看看呢 打了吗 打了吗给你机会了 干呢 干 到现在也他妈不干 他妈等啥呢 剩他妈三个月了等啥呢 操你妈的 他妈急死我了 什么时候反共能成啊 废物 你们看 我告诉你啊 这个蓬佩奥啊 还有这什么什么班农啊 你看那个废物样 他妈天天在互联网逼逼逼逼 逼逼逼 像一帮傻逼似的 你他妈的反共啊 告川普他妈禁止 一切共产党进美国啊 别跟人推杯换盏 别要人钱呢 这我给你点透没有 资本主义是啥 还他妈推崇的资本主义呢 资本主义的软弱性 看到了没有 他们要钱 有钱他妈什么人都是朋友 哪有什么主意 就你他妈你帮傻逼还他妈填主义呢 哪有主意 都他妈是利益 这世界我给你看透没有说透没有 你看看这世界样子 臭傻逼 或有一帮大傻逼 那一个个政筋为座往那还他妈谈呢 谈着国际大事呢 我操 那个傻逼样 你看看那傻逼样 操他妈的 有一头算一头是互联网 你看看那一头 一头一头的傻逼 操你妈的 有的人真现真哪 中美斗争啊 我要现身 我要监款 人他妈两家人好了 好得他妈跟穿一条裤子 人家私底下他妈可好了 谁他妈斗了 谁跟谁斗了 人家利益人家那个利益你 真他妈是傻逼 我真他妈无语了 互联网傻逼的这么多 看到了没有 到现在人都不反共 连华尔街日报都找不下去了 我给你提供证据吧 不干 还是不干 那川普人家说了 不要再跟我提习近平了 我永远不会骂习近平的 习近平是我的好朋友 你要让我连任的 哎呀 傻逼态度 真的我看傻逼都这么看 真望到边 我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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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傻逼太多了 真的我现在互联网上一片一片一片 你就看那点击量啊 几十万几十万 几十万条我操这傻逼 反共啊啊 建国 为什么呢 我现在要关键 我现在要关键 我现在要关键